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梁山仪族刺绣是四大民间传统手工之一 盛行于鹅边 马边 雷波 平边等小梁山仪族地区 据新唐书《南兆传》记载 因与汉族的融合 刺绣工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明清时期 刺绣在仪族妇女中盛行 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一直流传至今 你能不能教我学来 你想学这样吧 我让我老师来教你 许哥 这个是我的师傅阿赫秀枝老师 阿赫秀枝 十岁开始学习刺绣 至今已44年 2009年秀成的南式遗族上衣 贵族服 图案组合多样 受到遗族人民的追捧 各个绣坊 厂家 争相模仿 风靡一时 大小梁山遗区 也将此作品的图案 称为鹅边秀 因积极传承 不断创新 现已成为小梁山 遗族刺绣 省级传承人 听说 你的小梁山遗族刺绣 厉害得很 而且收了好多土地 是吧 收了200多个土地 200多个土地 现在这在做的 都是我的土地 他们穿出来 这些遗族服 你觉得漂不漂亮吗 这个都是他们自己绣的吗 多巴是自己绣的 从头上到下 都是一阵一线 手工绣出来的 小梁山五边特色的服装 我觉得你们小梁山 一组持绣 我们漂亮 你能不能够教好我吗 可以可以 欢迎你 但是我们这个 小梁山一组持绣的话 本才的辛苦 然后你要学的话 这个要学会的话 时间很长 没有关系 你来提你一下 哎呀好 谢谢谢谢 先把这个 直线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你没过说 这个要把手举到了 啊 最大最大 哎呦 哈哈哈哈 心不大 哎呀 随随老师啊 我这个本事本就 估计消不回 一旦有橘色 也要能够了 干嘛 慢慢来 老师告诉我 这银绣技法丰富多样 以形达意 以形传情 服饰色彩搭配上 从传统的黑白黄红四色中 突出了象征和平和谐的蓝绿两色 颜色简洁 精致美观 从而展示出 一族服饰等 民族特色 这种传承的故事 刚才我们来拍下 你们这个 嗯 一族持绣的这种 传承的故事吧 说到传承 这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一族行的 之间 有一种就是 前世外女的关系 上一道外婆 就是我的师父 我 我的外婆 就是她的妈妈 她是我姨妈 对刚才 你们是一家人是吗 对 哦 就是我的大女儿 任姨 哦 任姨是你的大女儿 嗯 放学没事就 围着我们 学习这个 遗族持绣 哦 那你们那就是 三大人在修习 和传承这个 遗族持绣啊 对 正如他们所说 母亲教女儿 婆婆 教儿媳 姐姐教妹妹 多年来 小梁山遗族持绣 就这样 以家族式传授的方式 让这一项 一千七百多年的 绚丽文化 传承至今 每逢盛大节日 一家儿女都会 身着隆重的 遗族服饰 刺绣也成为了 这个民族的 生活必须品 和一种文化符号 而阿赫秀之 和沙马英生 就正在为传承 保护 小梁山遗族刺绣 而坚守努力 在历史的长河中 遗族刺绣 是遗族人民 传承先辈文化的 一种形式 是遗族服饰中 不可缺少的部分 更是遗族 传统文化的 一种体现 一家精深的 刺绣记忆 如何得以 永久的传承 和发扬光大 如何走出大小梁山 迈向全世界 仍值得我们 不断地探索和思考 小梁山有处持绣记忆 作为我们 生机的飞翼项目 目前我们有 生机的全城人一人 实际的全城人两人 在将来的 这个保护和全城的路上 我想有几点 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个 如何地壮大 这个修梁的队伍 提高修梁的 整体水平 第二个是 大厂民族品牌 几乎我们 自治线 现在这个 干嘛流 城市 IP形象的打造 这个话 对小梁山 有处持绣记忆的推广 会起到一个 联动的作用 第三个就是 培养人才方面 从这个 非一经小院 到非一宅小院 这样这个专辩 然后编转这个 小梁山有处持绣记忆的 这个校本课程 让更多的孩子 从小培养和接纳 传统文化 通过这样的方式 把我们的小梁山 遇出持绣 保护全城 发扬光大 你得不捏你呦 真心者 那得不失去你呦 真心者 怕自主度你宿 你得不捏你呦 真心者 那得不失去你呦 真心者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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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